那咱们有一个要求 站姿呢 咱们要求是这个脚放起放平 不要说这样站 这样站 两个脚分开了 我们看不清 我们脚尖和脚跟 保持一个方向 然后两个脚属于平行的一个状态 这么站 这么站完之后呢 大家看 看他这个脚 他的这个跟腱 先看他的这个右侧跟腱 右侧跟腱 相比左侧的这个跟腱 是不是更垂直于地面一些 左侧的这个跟腱 看起来是不是更偏向外侧一些 是这种感觉吧 拿个拿个笔的话是这样 你看右侧的是这样直直的 左侧的是这样的感觉 可以看出来吧 这样呢 我们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判断这个根骨的内翻和外翻 首先我们直脚踝的时候 先查这一步 先看 好 他这个 那大家想想啊 他怀扭伤 大家猜一下 他是哪个脚踝扭伤了 他应该是左侧 是左侧吧 左侧脚踝扭伤 那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所以说大家记住 根骨 出现内翻的时候 根肩上段会偏向外侧 然后说如果 根骨出现外翻 这样叫外翻 根骨出现外翻的时候 他这个角度啊 根肩外侧的角度 弧度会比较大 他会更偏向里 会出现这样的一个 一种情况 就是说这个 这部分 更偏向里侧 然后咱们现在可以通过 这个根骨 一个内外翻 咱们是不是大概就能猜出来 它的聚骨是什么样的呀 刚才我是不给大家讲了 根骨如果出现内翻的情况下 根骨内翻的话 咱们足弓是不是会变高一些 足弓会变高一些 是不是聚骨是有可能是向后移动的 是吧 足弓高 根骨向后移动 那个聚骨向后移动 然后 它就有可能会出现 这一个根肩的这个症状 所以就有的人 崴完脚之后 不光是这个外怀不舒服 还会出现一个根肩不舒服 你根肩有症状吗 好像没有 根肩暂时还没有 好 来 先躺上来 头朝内侧 正好 左侧 刚才呢 咱们是把这个 根股看完了 根股看完之后 咱们猜测一下 它这个聚骨 是向后移动了 是吧 然后 我们其实比聚骨前后移的时候呢 有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动作 向上推这个脚背 就是我们压着这个脚掌 脚掌的前部分 我拿个 拿这个 我们推的是这个位置 推着这个脚掌的前半部分 往上推 如果出现了假如话 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这个推的特别高 这个推不上去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知道是这个 右边右脚的这个脚背这个位置卡住了 那这个位置是什么卡住了 巨骨吧 巨骨前移会卡住这个位置吧 所以巨骨前移会出现一个什么表现 这脚背推不上去 如果巨骨后移了呢 巨骨后移会出现这个角度推的过大 然后大家现在对比一下啊 看这个 这个推到这几下了吗 是吧 再看这个 看放松 别使劲啊 看 这个是不是略大一点点 但差的不多 所以像他这种情况呢 我们它这个巨骨的前后移 咱们就先不用去调整它 因为它也没有这个根件的这个症状嘛 是不是 那咱们 治它这个环球上的时候 首先判断出 根骨出现了一个内帆 是吧 那我们在 刚才我不说了吗 还有可能出现的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肥骨的一个下移 肥骨下移怎么判断呢 正常来讲 就是说 内怀 内怀下 和和这个肥骨小头这个下端 就是这两个位置 这两个位置 它们正常的情况应该是差0.5公分左右 每个人都一样 然后呢 我们可以先比一下它这个好的这色的脚 一个手在这 一个手在这 因为可能大家可能从镜头上看不太清 但是我告诉大家 它差了将近半指 半指也就是说 0.5厘米 但是看这个 我们对比一下这个脚 看我的这个食指卡到这个位置 怎么去 就是说大家说怎么判断这个点 怎么判断就是内侧的这个点 直接就是说从脚 从这脚这个底下 直接滑一滑 手指卡到这就可以了 这么一滑 卡到这 就够了 外侧呢 外侧就更点了 外侧直接这么一卡 两侧一卡 一比较 这个是往下了 往下了的话 是不是它这个有可能是疼的呀 这个肥股小头下短是吧 那咱们摁一下 疼不疼 这 这有点疼是吧 这个疼吗 这个没有是吧 这 这位置是疼的是吧 这位置疼 然后呢 再看 我们刚才说了嘛 这根果 它如果出现了这个内翻 内翻的话 是不是这个 根果的这外侧面这边 它是突起的呀 在这个位置摸着疼不疼 这 疼 疼 这疼哈 啊 刚才呢 我给大家说的时候 我说这个 咱们这个脚踝 有可能对咱们这个 锥体产生影响 是吧 那好了 根果 一位了吧 是不是 根果一位的话 刚才我给大家讲 对应的是第二颈椎 对吧 我们可以查一下 它的第二颈椎 看摸摸摸着疼不疼 来趴下 查颈椎这节课 我先不给大家细讲了 但是说 咱就是为了验证一下 我刚才说的对不对 右侧摸着这个位置疼吗 第二颈椎 这儿不疼是吧 左侧这儿呢 疼 左侧这个疼的是吧 好的 来 阳疼过来 咱们看把脚踝治完之后 它这个颈椎能摸着不疼吗 咱们试一下 大家现在看 那现在这个巨骨 不 这个根骨是挫着位呢 根骨出现了一个内翻 然后肥骨出现了一个下移 那我们在治疗的时候 应该先知哪一个呢 对 我们一定要先知肥骨 为什么呢 因为肥骨下移的时候 它顶住这个空间了 你复位这个根骨 不可能的 复位不了 所以呢 我们要先把这个肥骨推上去 把肥骨推上去以后呢 再复位这个根骨 好 复位肥骨的这个动作呢 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 首先 先将它这个腿抬起来 也就是说屈膝屈宽90度 然后我这个左手 抓着它这个前脚掌 右手呢 右手用这四个手指 拖住这个根骨的内侧 然后我这个手呢 大拇指 推着的是这个肥骨的 下面的这个头 对吧 然后你说我直接这么推 我能推动吗 推不动 我首先我先需要把它 调整到一个最大角度 调整最大角度 我在往上推的时候 相对这两个会好推一些 是吧 那好 那我 做一个 向外 掰小腿的这么一个动作 然后呢 我可以结合呼吸推 结合呼吸推怎么推呢 吸气的时候不推 呼气的时候推 那好了 来咱们现在开始做啊 来吸气 呼气 好 这个时候呢 其实你做动作 为了方便一点的时候 你可以形成一个公布 也可以 形成一个公布 这样 形成一个公布 左脚在前 右脚在后 你如果你习惯这样的话 也可以 都无所谓 这样 然后吸气 突 好 也可以这样 是吧 这样方便一点 来 吸气 突 对 好 实际上呢 就是一个净力 沿着这个肥骨的方向 向上推就可以了 没有其他的方向 其他的手 只是辅助手 拖住就可以了 重点 只是在这一个大门纸上 吸气 拖 因为啊 它这个根骨 咱们不是说 它有点 向内的这个翻转吗 所以咱们治疗的时候 这四个手指呢 可以辅助的 将它这个根骨 向外拉一点 拉的同时向上推 再来一次 吸气 突 好 再来 吸气 突 好 我看看啊 这个 因为咱们这个摄像角度问题啊 咱们那个 客厦会专门 大家专门拍一些小视频 放给大家 大家先看就可以了 这时候 这回呢 咱们再看 我的这个手卡在那侧 就卡在这 是不是看着好一些了 是吧 好 先再推一下吧 是吧 吸气 吐 对 大家记住 推的时候 一定不要太着急 不要过分的用力 过分的用力 反而推不动 你用一个相对 不大不小的 这样一个力 那有的人 有的人就说了 那不大不小 你说这话就很难把握嘛 是不是 就是说患者如果觉得疼了 你肯定是用力用大了 如果你觉得你在发力的过程中 手都跟着抖了 肯定也是用力用大了 就是说你不要发全力 然后再一个问患者疼不疼 以这个为度 吸气 吐 好 来 吸气 吐 其实呢 这腿向外的角度 越大 你复位的时候 推的次数越少 就复位更快一些 如果你没摆到位置 你说这么推 你看一推跑哪去了 是吧 这么一推 实际上是它这个矿关键和吸关键在动 但是我摆到极限的时候 我再推 它那两个已经动不了了 它只是这个肥骨在运动 所以大家记住一定这个角度很关键 不要这样 这样你看 这一推 干什么呢 是吧 这样 吸气 吐 好 再来 吸气 吐 非常好 这回大家再看一下 好得多 是吧 现在摸这个还那么疼吗 现在不那么疼了 是吧 这个呢 这个摸着还疼吧 也轻一些 是吧 对对对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矩骨不向下挤压 它这根骨自然能恢复一部分 但是咱们依然要把这个根骨进行复位 根骨复位 大家再看这个模型 那怎么复位呢 首先师傅 咱们要把这个根骨向下拉开 拉开点间隙 然后我们在它 再进行左右的这么这么推嘛 是吧 左右的这样动 实际上就是这样 先把它这个脚向下拉 然后如果 因为它这个脚是出现了一个内翻嘛 咱们就这么推呗 是不是 拉开之后做这个动作 然后如果它这个脚 反过来了 向外反是吧 向外翻是这样 向外翻的话呢 咱们就做里侧呗 压住里侧的这侧 把这个 从这边能看清一些 是吧 把这个脚跟 拉开 然后这个 向里面按嘛 外翻 对 外翻是这样做 内翻 是 不 对 内翻是这样做 是吧 那好了 它是内翻 咱们做一下 为了让大家看清 实际上 做的时候 不要这么做 摆一个凳子 自己做的舒服一些 做的舒服一些 然后身体 往后一使劲 大家看我 不是用 不是很猥琐的 用手去拉这个脚跟 是握住之后 看 大家看我 手 两个手 这是一个手掐住脚跟两侧 另一个手抓住前脚掌 抓住之后 看 我把这个脚 我把脚往前挪一挪 是吧 我身体往后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实际上 我用身体的力量 它很大 但是呢 病人也觉得很舒服 他不觉得疼 然后呢 咱们还很省力 很容易就做到了 你看 咱们示范一下 你看我用身体的力量 拉啥 这样 这样疼吗 不疼吧 不疼 你看我还这么拉呢 这样拉是不是 有点不舒服了 就感觉这个 用力不太均匀 是吧 就感觉拽得慌 那好 那咱们还是用身体的力量做 来 吸气 吸气时候拉开 吐 吐气的时候 向里 好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动作 就是 这手 拉开 向下 大家再看 吸气 吐 看 在吐气的时候 看我的这个右手 主要是这个右手 然后左手呢 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左手可以把这个脚背 往下旋嘛 为什么 要把这个脚背往下旋 脚背往下 这么一旋的时候 足弓是不是变低了 大家看这个 一旋是不是变低了 咱们刚才不是讲了吗 崴脚之后 根骨出现内翻的话 足弓会变高嘛 是不是 其实这些都是辅助动作 左手 左手 向下 是吧 来 吸气 吐 好 非常好 再来 吸气 吐 好 再来 吸气 吐 可能有些人会说了 那我如果是个女的 我劲儿小 然后我拉不动怎么办 其实没关系 女性呢 你身体的重量也是足够用的 只不过就是说 你需要 比我多做两次而已 一样可以做 再来一下 这摸着还有点疼 是吧 这摸着好得多 是吧 现在是这有点疼 对吧 来 就是因为呀 它这个根骨一出现这个翻转的时候 它可能这一圈都会出现痛点 然后你放的时候 这个手 你压一下 看它哪疼 把这个手放在痛点上 它现在前面这 刚才我手手放在这个位置 这块现在不太疼了 现在这疼 是吧 然后我这块手就挪到这个位置了 那好 来 吸气 吐 好 非常好 记住我在吐气的时候 腹背 吸气的时候拉开就可以了 来 吸气 吐 好的 现在摸着 是不是好多了 好多了吧 好多了吧 你这个环节 两年了是吧 这个脚 对快两年了 快两年了 没那么紧 没那么皱了 没那么皱了 来 再来一下 来 吸气 吐 好 非常好 来 差不多了 由于它两年了 它属于一个沉浇性的一个怀扭伤 我在额外的教大家一点点东西 怀扭伤啊 咱们在治疗的时候 一定要加上两块肌肉 一个是存小肌 尤其是这个吞咬肌 另外呢 个别的人需要加上这个 那么尊重